的确要做就要做到最好 我们持续带你看的是 女力出头天的故事 别忘了很多家庭主妇 也有梦想 只是他们选择先以家庭为重 但近年来 手作甜点越来越流行 从婚礼到小孩的活动 都可以看到客制化的商机 因为是以接订单为主 公时自由 让很多全职妈妈 投入甜点的斜杠人生 凡是讲究SOP的日本人 更推出了和果子认证课程 主打12个小时 可以拿到证兆当讲师 来台湾开班授课 让不少妈妈们趋之若鹜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来上一堂 很特别的和果子DIY体验课程 对大部分的学员来说 来这里不只是学好玩而已 透过认证 其实也可以帮我们的人生加分又加薪 听到加薪 很多人可能眼睛都要睁大了 我们今天要来学做的日式和果子甜点 在百货公司专柜的单价 堪称马卡龙等级 前景看好 果然吸引不少童业来观摩 我其实也是甜点师傅 所以你本来做的是哪一些 就是点心 这种比较偏日式 然后可爱 比较少女心的甜点 号称12小时让你取得证兆 可以让大家开启斜杠人生的日式少女心甜点 怎么做马上来学 首先在锅子里放入泡水一碗的寒天枣丝 一边加热一边用橡胶刮刀搅拌 直到整锅的寒天枣丝融化 那我把砂糖加进去之后 也把它煮滚了 然后砂糖已经看不到颗粒了 它溶解了 溶解了之后一样关火 然后加豆沙 用手事先把白豆沙撕成小块 加入锅中搅拌均匀后 再重新开火煮到沸腾 今天是走比较日式 就是甜度也是尽量不要失真太多的 那大家回去可以做减糖饭 它其实因为有寒天的关系 它就算你糖用到只剩下一层两层 它都还是可以凝结 爱吃甜点的朋友就知道 喝果子甜度是蚂蚁等级 不少婆婆妈妈来上课 不是为了做副业 纯粹是想跟老师学做减糖版小点心 我想说 因为我孙子才还不到一岁半 那我就想说 我回去可以做给他吃 可以带他跟他玩游戏 今天我们学的喝果子 不用进烤箱 零岁到九十九岁都可以玩玩看 不过细致装饰很搞刚 繁复制成让诗人们狂抄笔记 刚刚煮好溶解的枣丝 其实就是羊羹 过筛之后分成三等份 要拿来染色 那其实色粉也可以用 不一定是这个彩虹的牌子 你也可以用譬如说 竹炭粉 抹茶粉 红麴粉 这些的 羊羹染上白色红色和绿色之后 分别挖一小匙 抹在干净的烘焙纸上 放凉拌干后 我们就可以用金鱼切模 还有小刀子 切割出自己想要的图案组装 讲到这里 我们终于要来学喝果子的本体了 然后现在我正在煮的是 井玉更衣 井玉更衣的话就是会用在原上的 它后面背后这个蓝色 苦水的感觉 还有寸浪漫的主体 井玉更衣的做法 一样是用泡软的寒天枣丝 加入大量砂糖 煮到溶解沸腾 过筛放凉 染成蓝色 倒入透明慕斯膜 高度大概0.5公分 放入才切好的鲸鱼和水草 再倒入另外0.5公分 放进冰箱 你们认得自己的 应该可以 凝固之后从冰箱取出 看得到鲸鱼在水中游泳的荷果子 圆扇已经活灵活现 稍作摆盘之后 造型小巧可爱 当然要让手机先吃 特别的是这堂课 虽然有业余和专业人士 混合上课 但是大家的作品完成度 几乎都是百分百 日式的作风就是SOP 可能距离几米几公分 然后要怎么样 什么都写得很详细 方便学生回去之后 可以做复习 讲师Sony三年前 也是坐在底下的学员 每12小时 习得一种甜点证照之后 身为全职妈妈的她 面临抉择 到底是要开店接case 还是开班授课 比如我那时候 在做贩卖订单的时候 是真的没办法为生的 加上家里是小烤箱 没办法跟大工厂相比 没办法做价格 厮杀的这种竞争 然后但是成为讲师之后 我可以天马行空地 把我的创意 发展在我的作品上 Sony一语道破 不少人想要斜杠 创业的困境 不过他找到另一条路 是和来自日本的 烘焙认证协会合作 拿到证书之后 开班教大家做甜点 学费可以对半抽 三堂认证课 就能抵上班时期 一个月的收入 但前提是要找得到学生 你自己要经营 自己的自媒体 然后你要练习 要有新的创作 然后连我都没办法 源源不绝 可能就是 我刚当讲师的前一年 其实是没有接到 任何学生的 等了一年多 才找到学生 Sony有计划性地 曝光自己的作品 也认真参加国内外的比赛 记着大小讲座 让自己被看见 郑照加持 再配合自己不放弃的奴隶 也成为甜点爱好者 兴趣变现金的励志案例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